过去想要修改一张图片 要么依赖复杂的photoshop来操作 要么使用stable diffusion这些AI绘图工具 进行局部微调或者重绘处理 但是自从上周Gminai 2.0 flash的出现 让用嘴修图变成了现实 只需要几句简单的对话 就能完成精细的图像修改 简直是懒人的福音 跟有网友不怀好意的起混 说这个免费的AI工具 直接干掉了photoshop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带大家一起体验一下 这项基于谷歌最新的Gminai 2.0 flash 而打造的黑科技 首先我们来到谷歌AI studio的官方后台 来体验一下 搜索一下Aistu AI studio 然后从这个链接进去 这边点击进入AI studio 这就是它的一个界面 我们这边选同意 这边不要勾选 那么进入来之后 就是在右上角这里选择图片深层 然后下面选择图片和文本 这就算是完成了一个基本的配置 比如说现在来上传一张照片 就这张吧 写个提示纸 请将这位女士的衣服颜色改成红色的 因为这个Gminai是国外的一个大模型 所以最好用原生语言来向他提问 也就是英语 那么这个时候我连敲三下键盘 那么这个直接将这个输入抗的中文 就可以翻译成这个英文了 变成英文了 那么这里顺便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功能呢 其实不是谷歌Aistu 里面带的 而是我安装的一款叫做 沉浸式翻译的 这个浏览器插件的一个功能 对于这个沉浸式翻译的各种酷炫 且便利的翻译技能 大家可以自行去探索 我这里就不准修了 好 我们继续回来这里 然后把它发给这个大模型 让它来执行这个颜色的修改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已经修改完了 然后这个是原来的 这个是修改后的 可以说是完美的 把这个颜色改完之后 人物的这个样貌 也没有变化 这个是它的一个改色的功能 我们再来上传一张 就是再上传一张 这个线条画 上传 我们来写个提示 请将这张柱描画上色 就是说这个 再敲三下键盘空个键 将提示词改成这个英文的 然后发给大模型 看它上色怎么样 这个是原来的这张图片 好 这个是上色之后的一个图片 这是原来的 可以说是很完美的复刻的这个 素描画 效果还是很好的 这样子是给这个素描画进行上色 那么我们同样可以反过来操作 就是我们将一个彩色图片 让它转换成这种素描画的形式 比如我上传一张照片 这个我写个提示词 请将这个图片转换成黑白色 线条素描画 调几三下 让它变成一个英文的提示词 然后输给这个大模型 看看效果怎么样 这个是彩色的圆图 然后让它生成一个基于这个圆图的一个 素描画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 基本上是复刻了圆图的一个线条 我们再上传一个 用这个 请将尺图转换为线条风格的素描画 让它转换成英文的提示词 然后输 这是圆图 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 就是它转换成这种线条化 基本上是跟这个是风格是一模一样的 两者是就是完美的转换 比这个logo的这个标志 也是转换的很好 下面我们再来做一个换装的操作 看看能不能行 来再上传张照片 选一个 我们把这个女士的这个红色的拖地长裙 给它改成短裙 写一个 请将这位女士的长裙换成短裙 改成英文的提示词 然后发给大目星 就是这个长裙 拖地长裙 红色的改成短裙 这个效果非常好 由这个长裙改成了这个短裙 好 这个就是 君奈的一个用嘴修图的这么一个操作 好 我们再来看看 第二个比较牛的功能 那就是可以利用它来创作 具有角色和剧情一致性的连换画 或者漫画 好 就是这个虚拟故事生成的这么一个功能 我们在这边直接输吧 以3D动画卡通的风格 生成一个可爱的小狗在农场冒险的故事 对于每个场景生成一个图片 好 发给它 它就把这个每个场景的这个提示词给它写出来了 然后同时它会把这个图片给它绘画出来 这是角色的这个样子 它这个角色是具有一致性的 就是样子是有一致性的 好 它就把这个连环画 生成了7个场景 其实每张图片下 它的这个主人公的角色一致性 是保持的还是可以的 这就是它的这个第二功能 好 再看看第三个 就是这个生日卡的一个生成 设计一张定制化的生日贺卡 也可以是其他的贺卡 我们看看它的这个演示 就是你点击之后 这边写着 生成一张这个生日贺卡 上面要求写的这些字 就是happy birthday 写的这些祝福的字 那么这个字呢 它上面生成的就是我们 输出给它的 完全一致都不吵 就是这个 贺卡的样式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提示词的方式 来进行一个定制 这个功能也是 很可以的 好 那么这就是在谷歌的 AI工作室里面 进行一个 这个 Gimini 2.0 Flash的 图片生成模型的一个演示 那么可能有些朋友网络连接 会有些问题 无法直接访问到谷歌的AI工作室 来体验官方的服务 那么这个我这里提给大家提供一个完整评替的方案 就是这个 AskMini AI这个平台 那么它现在也上线了这个 Gimini 2.0的这个 一个绘画功能 这里收集汇总了 目前市面上 国内外 最前沿的大模型 问同一个问题呢 可以发给数十个大模型 让它进行一个同时的这个回复 就基本上国内外 一个新的大模型出来之后 AskMini AI会在官方发布日期的 一到两天内就会同步上线 不管是收费的 还是开源的 而且如果这个模型有很突出的能力 就比如之前Deepstaker 横空出事的时候 AskMini AI会以更快的速度 来部署上线这些大模型的 以便让更多的人体验到这些大模型 所以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平T的一个平台